8月17号到8月22号 山东省泰山民族乐团在台湾为刚刚遭受莫拉克台风侵袭的台湾受灾民众举行了振灾一眼 表达了两岸人民血浓于水的真挚感情 而这个乐团也是大陆第一批进入台湾进行振灾一眼的团体 泰山民族乐团赴台期间分别在台北台南举办了三场文化演出 演出受到了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 能容纳一千多人的体育馆内座无需席 民族馆弦乐阿美族舞曲三弦协奏曲带顶望乐等经典节目 向台湾同胞展示了泰山文化的浓郁特色 也让台湾观众感受到了中国民乐的精湛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个音乐会 然后能够在台湾这个地方欣赏到山东的同胞来这边 表演真的很不简单 泰山民族乐团在台湾演出期间正是台湾民众抗击莫拉克风灾的时候 乐团决定将演出变成赈灾一眼 全体团员还捐款十万元新台币 国民党中常委李全教表示 泰山民族乐团的正番演出给台湾民众一鼓舞 我想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想对于两岸未来的发展 会得到台湾人民一致的一个赞赏